我就說 你說好那個時候在籃網嘛 那老闆上任之後就有交代他們那些公關人員說 你們要對於亞洲媒體好一點 那應該是說美國這些媒體的從業人員 跟邱恩比起來是有點相對弱勢 嗨 大家好 我是Morris 那我們現在人在家中的洛杉磯 我們今天訪問到J.COM 藍球士的生姊Basicom 嗨 大家好 Morris 頻道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問題人 宣劍 好的 SV一開始就想請問一下 所以你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你有想過有一個招勵可以成為NBA的記者嗎 沒有 那我從來沒有想過 因為 應該跟我們說的就是覺得NBA是非常遙不可及 對台灣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遙不可及的夢想 所以我從來就沒有想過有一天能夠 進來NBA媒體圈裡面當記者 還認識這麼多這麼多有趣的人跟詞 所以就非常感恩啦 就是一路上很多人幫忙 再來就是在什麼姻緣紀委家 讓我們可以成為NBA的記者 我相信也很多被人很好吃 就是因為我們一開始 我們公司在台灣 我們有一個台灣的公司專門辦活動 這是球衣展的部分 我們那時候就在想說 如果你一直在做球衣的話 會不會每個都要做一樣的東西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打算 球衣的部門保持 但是在美國的話 以我為首 再把這項再扣 然後另外一個面向 所以我們就是往媒體部門的方向前進 然後我們大概花了兩年的時間 把公司從一個活動的部門 變成媒體部門 這個樣子就是花了很多時間來 問了很多相關的前輩 很多前輩也幫忙 然後特別跟NBA 中國那邊的接洽 還有NBA總部 美國這邊接洽 符合很多很多的規定 那花了兩年的時間 把公司調整好 然後就進到這個圈子 那當然真的很多人幫忙 就是很多人幫忙之下 才能夠很幸運的在 第一班車就 我們就很早就進來這個圈子 你要接 就是 你很好有的 是說你成為NBA的 可以分享他們當時 就是跟你講的什麼 他們都覺得我服務這件 因為我自己 也還算是蠻會讀書的 書讀的還可以 講在台灣書讀書都還可以 然後我那時候來 美國也是讀國班 後來因緣機會 然後接下這份工作 之後大家就覺得 你在幹嘛 怎麼去賺更多錢 因為記者是 OK啦 就是沒辦法賺到太多太多的錢 不可能讓你富貴 就除了我之外 就是這趟的每一個人 然後我們都是有這個信念 就是說 我們有自己的一份正直工作 我們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如果我們的晚上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 自己夢想想要做的事情 籃球就是我的夢想 或者是棒球 我們就覺得 我們如果能夠在 養獲自己的前提之下 然後晚上用自己的時間 再去做一些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說白了 我們在台灣以前 晚上我們都是在看球 只是現在我們變成說 晚上我們的第一任務工作 就是在球上 對 我覺得就是一個 視野上的開闊門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麼多的優秀的運動員 然後除了在場上的那一些表現之外 然後他也有很多 他們試一下一些談吐 然後當然 當你英文能力到達一定的水平之後 你就知道他們在垃圾化 所以就很好笑 很多都不能講 不能跟你說 但是就是 我們剛才已經跟 Morris吃飯的時候 已經聊了很多都不能說了 你就會發現就是 球員也是個人 包括the core of the camera 很多東西是非常非常遠距的 我就覺得 開過了很多事 在那邊 那再來 可以跟觀眾朋友分享 目前在NBA 工作的亞洲的比例 大家不知道嗎 非常長 非常長 NBA工作的亞洲人 我覺得能夠做到比較大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在籃網模式 籃網做的 因為我把蔡老闆 蔡老闆 那蔡老闆這也可以分享 這件事情 就是說 你說好那個時候在籃網 那我那時候就跟籃網隊的那個 球隊跟一些行政人員 比較熟悉一點 他們就告訴我說 蔡老闆來之前來之後 就說 蔡老闆上任之後就有交代他 他們那些公辦人員說 你們要對於南州美女孩 有特別交代啦 所以就是說 其實 NBA有一個華人老闆 還是蠻不錯的 應該是蠻不錯的 他如果像我們認識很多 每個球隊都會有一些 亞裔的啦 不要說台灣人 亞裔的 一些中國人都認識蠻多人的 但是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要爬上去 那個位置的話 我現在想的大概也就是 兩三個名字 但是都是中國人 我們台灣人繼續加油 好 那近年就是 因為去年 對外HOWER 來台灣大選 那 有沒有聽到一些美股 一些美股同學有討論到 這些事情 他們首先有啦 非常多啦 因為我在洛杉磯嘛 所以 對 呃 大家都非常的 亞裔 獨愛去台灣的這件事情 對 而且獨愛第一天的那場比賽 雲豹是先落後20分 對 然後他好像那天是38分吧 那個8分 很嚴重在影響 對 對 因為他的逆轉 對 他就是覺得 哇 獨愛還是很難 當然我覺得他們帶有一定的 嘲笑的程度是在說 台灣的藍球水族 知道啦 我覺得他們知道 但我覺得其實台灣藍球水族 也不至於不高啦 那一場是比較誇張啦 對 我覺得那一場獨愛是有點 拿命在打的 對 因為後來獨愛就有點懶惰 對 大家都很 很訝異 就是說 台灣情到多 因為 獨愛是鬼 對 對 主要是獨愛是鬼 這個價碼就是 獨愛是鬼 他很貴 他拿著前敵 而面頂性再高一點 而且他最後 對 然後面還要扣回他們過程 所以他其實很高 我覺得就實力來講 我覺得 他真的更是強的 台獨愛想到長遠 對 因為 他真的殘球是獨愛好 現在的籃球 有外圍 有外線 獨愛也有的 哈哈 獨愛只是頭不太對 他有在練 他有在練 對 從美國的角度 那看台灣的美籍參選 台灣媒體國產需要加強 或是你覺得也有不錯的地方 我知道你給我壓力 對 給我很大的壓力 應該是說啦 不要說什麼 加強或什麼 應該是說 台灣有媒體自由 是一個圈子的環保 對 然後美國有美國的環保 那應該是說 美國這些 媒體 媒體的從業人類 跟球員比起來 是有點相對弱勢 因為 球員會覺得 他們比媒體都還挺難求 他們說他們都打到 他就很強 而且你們薪水多少 我們薪水多少 他們有時候會讓你 會讓你覺得 就是 大家都會常常看到 美國的一些球員 好像對媒體都 不太友善 因為他們從內心 就會覺得我比你強很多 對 對對對 你其實這麼寫秀不好 他們都會看 他們都會看 但是其實因為有一些 美國的媒體的從業人 他們其實是 做籃球 做2、3時間 他們是很懂的 所以他們有時候講的東西 是 他們很敢講真話 然後我覺得不想 所以他們也不怕核對球員 雖然球員有時候 都很愛唱他們的事 對 像我們啦 對阿 但是 但我覺得台灣會比較像是說 台灣的媒體 他們真的看了一輩子 然後球員對他們來說 就是小頭頭 所以他們會覺得 有時候我覺得 台灣媒體有時候 他會像在教訓球員這樣 就是球員講的 就是他就會跟我講的 我不知道 這是我沒有在台灣媒體待過的 所以台灣有些球員就會覺得 他們每次去記者 好像都是被訊話 然後有些人是怎麼跟我說 但我不能說什麼 就是我沒有在台灣媒體待過 所以我太確定 然後美國的話 是在這邊就看到 很多他們 也是有另外一套文化 所以我不會說 誰是誰比較好 或誰比較好 對 但是都是有很優秀的 但是也是都有負在外 也都有 所以不能說 一竿子打敗一跳成這樣 謝謝 對於成為一個NBA技職 那你給觀眾朋友 假設會來享受你 那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你覺得或特質 特質 其實我覺得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你要懂籃球 這個廢話 這就不講 我覺得特質 第一個是 你英文能力量很好 你英文不好的不是演話 就是完全講話 就是所謂的英文能力好 不是說 會講會聽 因為 台灣學的英文 跟你真實在美國應用的英文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課本上的英文 跟你講話靈魂是不一樣的 然後特別是邱琳講的 又加了很多的禮遇之類的那些東西 對 你是聽不懂的 你是完全聽不懂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你必須要去 大量的加強 然後第二個是說 你要懂得跟人家溝通 因為你不管在 任何的工作場合之下 大家都是一個團隊合作 對 那你要懂得跟人家溝通 怎麼去合理的 有禮貌去要求你要的東西 跟 你如何知道不要去踩到人家地 對 所以你要懂得溝通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很重要 但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也是 所有工作都需要 所以 越不見越來越來越 應該也 吃過很多鬼吧 對 就是因為畢竟在這個 你本來 跟很多人會去做 對 對 所以你要懂得怎麼跟人家 合作溝通 然後 不要得罪人 不要得罪人 很重要 是 好 那我們籃球walk系列的這一集 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謝謝S哥 謝謝 我是Morris 我們下期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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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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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